深夜,我被一阵细碎的脚步声惊醒 我恐惧地畏缩在床上 一颗心提到了嗓子眼 我清楚地记得睡前已经将店里门窗锁好了 那屋外的到底是谁 我下意识地想要开灯 可当我的手触碰到开关时 突然反应过来 如果外面的人知道我住在店里 会不会闯进屋子里对我下手 与此同时,一束光从窗外映了进来 我瞬间屏住呼吸 死死捂住嘴巴 整个人不停地瑟瑟发抖 好在没过一会儿 那束光就消失了 我小心翼翼地翻找着手机准备报警 却发现手机已经黑屏 这才想到昨晚回来得太晚 忘记给手机充电了 悲催的是充电器放在了外面的收音台上 我急得眼泪都要流了出来 该怎么办才好 大厅里的脚步声越来越清晰 还伴随着细细碎碎翻东西的声音 声音一点一点地敲打在我的心上 我鼓起勇气捏手捏脚地下了床 因为害怕外面的人听到动静 连拖鞋也没敢穿 小心翼翼地掀开玻璃窗的帘子 观察着外面的情况 漆黑的大厅 一个身影正站在收音台前翻找着 嘴里一直在嘟嘟囔囔 可能是收音台里的零钱比较少 他愤怒地用力关上抽屉 吓得我一个哆嗦 猛然间 我突然想起卧室的房门没有反锁 我咬紧嘴唇 悄悄地走到了门口 小心翼翼地扭动着门锁 没想到 还是发出一声清脆的响动 糟了 下一秒 哒哒的脚步声再次响起 而且越来越近 他朝卧室走来了 我的心跳再次加快 恐惧和紧张的感觉 让我几乎窒息 突然 门把手被他拦回拧了两下 多亏我反锁了门 他并没有拧开 嘎吱嘎吱的声音仿佛砸在我的心上 我用力捂住胸口 眼泪不停地往下掉 接连不断地吹的声响起 我的魂都差点下没了 最大的响动让我毛骨悚然 甚至能感觉到门板的碎屑落在脸上 但我以为他下一步就破开门 声音却戛然而止 短暂的手机震动声响起 似乎是他身上的 他好像迟疑了几秒 才响起了渐行渐远的角度声 就在我准备松一口气时 角度声竟然又返回了 只是这一次 他并没有再靠近卧室 门外响起了震动的啥声 没几分钟便没了声响 一阵漫长的等待 我悄悄掀开了帘子往外望去 在确认他确实离开之后 我才彻底松了口气 警察赶到时 我依旧没有从恐惧中走出来 说话依旧多得缩缩 看到店里被砸了一团乱 我泪流满面 警察同志 会不会弄错了 我平时对他很好的 他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情呢 他是这一代的拾荒者 我记得他第一次来我店里要吃的时 不停地哀求我 我见他可怜 就给他煮了一碗面 那时的他冲我连连道谢 死后的日子里 他总是来店里讨要食物 我也从来没让他跑空过 渐渐地 他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落脚点 每天都来吃饭 而且还自来熟地 把店里的废品据为己有 他的做法让我心里很不舒服 可是考虑到他身是可怜 就默认了他的行为 前天因为家里突发急事 着急关店门的我 便把他拒之门外 但我也没想到这件事 竟然让他怀恨在心